港口缺乡严重 一舱难求再现 这样的紧缺之下 涨价显得顺利成章 因应中国五一假期 货柜传业者实施减并班 没想到客户需求量突然暴增 指定要中国到南美洲的 700到800个货柜 但南美洲县已满舱到6月 就算砸钱也无舱可用 今天盘中 集运指数欧线主力合约 飙升超14% 占上了4000点的关口 创历史新高 不同于往年5月 以淡季居多 10号上海交易所 公布最新货柜运价指数 远东到南美洲航线的 20尺货柜要价 5460亿美元 用来装一斤电视的 40尺货柜 更标破1万美元 涨幅突破18% 最大货柜船公司 地中海航运 疫情期间才有的 钻石级运价也重新推出 跨太平洋航线 他们的成本并没有增加 并没有像疫情那样子 但是他们的运费 因为船的供不应求 所以他们价格提高了 所以这个航线是多赚很多钱 学者分析 因为中东地区战争 不少粮食军备 会在雅丁湾这边补给 让欧洲线的货柜船 因为担心风险 而绕道造成航班大乱 冲击整个供应链 所以它目前全世界的海运的运价是波动的 如果这个船是跑欧洲线 跑低中海线 它的利润没有那么高 因为它成本增加很多 跑太平洋线恭喜他们 地缘政治纷扰 意外让太平洋线航运业者受贿 带动航海王股价复活 14号扬明股价开高走高 盘中一度亮灯涨停 长荣则开平走高 最高一度大涨近6% 最后已涨幅4.62%收盘 全球运价回温 能持续多久 端看地缘政治情势如何变化 三里新闻林书先李嘉倩 台北报道